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有关九九神法表的程式撰写 那首先一样我们开一个这个空的文件 那首先的话呢怎么写 那我刚刚讲过了 画面先切我一下 那首先的话呢第一个我们分析 就是说如果我今天要产生那个九十神法表的话 那我可以先写什么 九十神法表横向的这个第一列部分 那你会发现它其实很多地方都长一样 哪些地方一样 这个是EX 用X来代替 然后后面这个数字是变数 有没有 然后等于后面也是一个变数 所以实际上这个变数其实就是相乘的结果 然后后面的话就是加一个什么反斜线T 所以后面都一样 这个是第一个 这第二个 有点像一个工厂 做出来的那个一个一个的 那只是说编号不同而已 那我要怎么去把这个概念呢 先做利用那个回圈 先完成第一列就可以了 那第一列完成再去做其他的 所以呢首先的话呢 我们程式 第一个 我们这个地方呢 我习惯后面的那个数字 用J来代替 所以我们用4 4J 放大一下 Ctrl加 InRange 一样Range 然后这边的话 就是1都点多少 1都点10 OK 到910就停下来 然后输出呢 我要横向 所以输出的话就print print print什么呢 我那个字串一定是1开始 然后乘上 所以用X 然后后面的话串接一个变数 这个变数的话呢是J 有没有 记得因为是变数是数字啦 所以是S Range里面提供的一定是数字 整数 所以我们就是把它转型 再串接什么 1乘上 1 2 3 等于后面加一个等于 等于 然后再加什么 1乘追的结果 所以在1乘的话是这个 1乘追的结果 一样要转型 所以STR 前面前刮弧 后面后刮弧 然后呢 再串接一个什么 串接一个 那个TAB TAB是反斜线梯 OK 好 那基本上的话呢 我们大概做完到这里了 应该可以理解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把它输出结果 print一下 执行一下 那你会发现呢 输出 看起来好像有一点接近了 只是说呢 它并没有往右边 而是往下 为什么呢 因为print本身有换行 有没有 所以呢 我只需要怎么样 把print本身的换行拿掉 还记得怎么写吧 斗点 d等于没有 没有就双引号 OK 然后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可以把后面的换行去掉 再把它执行一下 如果把它执行的话 应该会向右延伸 有没有 这个时候 因为这个字太大了 有没有 这个时候 就完成了一列了 诶 那一列OK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今天要让它继续往下 那如果继续往下的话 基本上哪个地方改变 诶 刚刚里面这个地方是追嘛 然后呢 前面这个数字本来是1 我现在要改成2 改成一直到9 诶 所以前面这个数字呢 我可以用i来代替 那至于i要怎么加 一样的方法 我们可以怎么 直接在这个地方 我先把层次稍微缩小一点 因为这个太长 1 请你在第一行enter一下 然后加个i 那我的习惯是把那个j复制上来 然后这边改成i 可是跟各位讲一下哦 如果你 这个上面的回圈 下面执行的动作 记得一定要做什么 把下面两个做的事情 缩排在里面 在里面的话表示是在回圈里面做事情 所以记得哦 请你把forj跟下面这一行 这两行选起来 然后按个tab键 意思就是说 在那个for回圈 这个i的回圈里面呢 在在做 所以他会先怎么样 i先跑出1 然后呢 j的话就是1到9 跑一次 i等于2的时候呢 还是1到9再跑一次 诶 所以呢 我们直接怎么 很简单 把这个1 改成i就可以了 所以前面的1 delete掉 然后前面的话 串一个什么 诶 这个用这个来 来改比较快 这个前面的部分呢 就是加个i 把这个i串进来 然后呢 让它怎么样 串完 这个第一次先1嘛 1乘上1 等于 这个最后把1改成i i乘上j 那一样呢 这个地方 后面尾巴的这个地方 换行拿掉 诶 理论上呢 我们已经 差不多快写完了 OK 所以呢 其实就改哪些地方 刚刚只有改 几个地方 第一个 把这个上方 加一个i的回圈 然后呢 把这两行 选起来 按tap键 并且呢 把刚刚的1 改成i 来这边改一下 所以这两个改 好 再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它执行 不过执行的结果 会怎么样 我们不确定 执行一下 你会发现呢 已经很接近了 但是会有个问题 它等于是 没有折 这个 第一的这一列 跟二的这一列 其实是接在一起的 你会发现 它就是一直接在一起 因为它这个spider 旁边这边会自动折 所以它看起来好像 有换到 其实它没有 也就是说呢 我们应该怎么样 这一列跑完 第一列跑完之后 这个后面这边 一定要加enter 让它换行 有没有 那这个二的部分的话呢 跑完三个地方 这边要换行 所以也就是说呢 我应该是在那个 4回圈这个地方 4追了回圈 跑完之后 什么叫跑完 跑完的话 记得在第三行 enter一下 跑完的地方 记得是在 跟4追回圈 同一阶 有没有 有点像我们输出 这个地方 请你很简单 让它换行 换行最简单的方法 其实你只要打一个printer 小刮啊虎就可以了 那里面呢 不要放任何东西 不要放任何东西 其实就是输出一个空的 换行就可以 有点像是我到那边 那帮我换行一下 OK 意思说 跑完1到9 有没有 就是应该是 后面那个数字 1到9 然后呢 就直接帮我换行 那我们来试试看 这边把它缩小一点 因为这个 这个太大了 看起来那个折行 会不太清楚 那基本上的话呢 这样我们就 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你会发现 执行完之后 它就是 先输出第一列之后 printer 所以这个printer的话 基本上 它是加在哪里 这个printer 它是加在这个后面 等于是 这个整个跑完了 就是 1到9 有没有 就是这个是指 J的这个1到9 跑完之后呢 它就enter一下 再来2 1到9 再enter一下 直到最后一个 OK 那这样的话呢 理论上呢 我们99乘法表 就全部 大功告成了 OK 就请各位试一下 把这个99乘法表部分 试着写出来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那这个9者乘法表 主要练习 就是说呢 像Excel也好 或者是说 资料库也好 资料表 一定是栏位式的 那栏位资料 放进去的话呢 那通常 很常会遇到 就是会有 两个回圈的状态 一个 一个回圈是处理 这个栏的部分 一个回圈是处理 列的部分 那这个当然 如果你懂得 两个回圈的应用的话 那将来 你要做资料处理 就是二维式的资料处理的话 那相对会比较简单 OK 所以请各位 稍微熟悉一下 99乘法表部分